嗨,我是COPPA 要來為您介紹的是 韓國雙前鋒 同時也是雙月中限定 就是五月的月中限定 分別是 李隆雲 跟車仁天 我們來看看他們內容吧 首先介紹的是 力壓球場的韓國英雄 車仁天 FW 一個位置 數屬性 戰力58505 乍看之下還蠻低的喔 比起這一聯盟算是低吧 這聯盟都是六萬左右的 甚至還有六萬三的 我們來看看他的隊伍技 海外球員全能力值加15% 這個被動是一個新的 組合攻擊技的必殺技威力加25% 算加很多 所以給到S等級 然後有一個新的必殺技 射門 紅色惡魔雙人射門 當然就是跟 李隆雲 威力也非常的高 490 490在經過這個25% 會有多高大家應該想像得到 600多的威力 很可怕 這或許是因為 這個必殺技給的太強了 所以 戰力呢 就給的稍微低了一點 來看他的全能 首先是半 3米以上隸屬性海外 全能力值加2% 那李隆雲在的時候全能力值加1.5% 所以是3.5 從這一聯盟開始 3.5似乎已經變成標準配備了 我們看看他自己是素屬性 但是要去半 3米以上隸屬性海外 接著是大黎當前的一級 起力越少必殺技 威力提升幅度還越高 最高10% 還好這個只給10 不然再加這個25 已經這樣就是35了喔 如果這個再給多他真的是 嚇死人了 接著是盾牌 非常好但是給的是 李隆雲受到的能力值 降低效果減輕10% 所以他是車人天 他的盾牌是給李隆雲 最後一項是坑坑八八 給足5項了 算是很好的 這我結論 半3.5% 似乎變成常態了 組合加成很高 就是這個 被動給太高了25 接著是S的三角短船要記得去商店換 這個現在目前 通常你現在錯過了這個商店可以換必殺技的話 等好幾個月都不見得會再出現 所以如果你有抽他 我非常推薦你一定要換這個三角短船 接著是李隆雲 華麗的紅色閃光 戰力58465 稍微低了 40 40 很少 兩者是幾乎一模一樣的戰力 FW一樣一個位置 隸屬性 我們來看看 海外球員全能力值加15%的對5G 那他的被動 也跟 車人天一模一樣 就是組合攻擊機的必殺技威力加25% 給了一個新的必殺技 也是 射門 跟車人天一模一樣的紅色惡魔雙人射門 必殺技威力490 所以就他們兩個合體 兩個都給這個必殺技 那我們來看看他的前能 也是給組五項 首先是半 三名以上的基礎性海外球員 全能力值2% 車人天在的時候 全能力值加1.5% 所以合計又是3.5% 這一次他是辦技屬性 他本身是隸屬性 所以車人天就幫不上這個辦了 接著是第三項 預測得勝大師 這個給的就不太一樣了 預測得勝能力值給10% 這給的實在很少啊 說實話以他的數據來講 這個10% 沒有什麼用 接著是盾牌 當然他是保護車人天 這個10%的效果 最後一項仍然是坑坑八八 我們來看他的結論 半3.5%常態 組合加成很高這都一樣 那第三項比較不一樣 S三角短穿可以去商店換 那他有一個基礎性限定的角色 如果你有那個角色 你就會有一個S三角短穿 那當然沒有的話 你就現在去換 還是換得到 就不是一定要啦 如果你有原本的角色可以吃掉的話 接著來看他們的數據 這個是球員數據計算說明 仍然是先 呈現給大家 計算的基礎 在左邊是中文 右邊是英文 看過之後我們就來看看 下一頁 車人天 然後李隆雲 那他們兩個數據非常的接近我們看看射門 20.8萬是最高 因為他有 大敵當前在多10% 所以如果他體力 體力高的時候呢 他是 19.3萬 這個體力越來越少的時候可以到20.8萬 他的三角短穿 很高 15.8萬跟14.6萬 當然一樣是體力80%以上是14.6萬 接著是李隆雲 射門 19.6萬 他沒有最高最低 他就是19.6萬 其實比 體力全滿的 車人天還要強一點 然後這個 三角短穿 15.2萬 也是一樣 比14.6 還要強一點 所以這兩個真的是伯仲之間 我們來看看 車人天面對 洛林原山 20.8萬是在體力20%以下 有沒有辦法進這個洛林原山呢 估計是 不太可能 不過呢 因為他的 射門 有吹飛的效果 再加上 他也是新角 我在想這個新角的蜜月期應該是 吹飛 速洛林應該可能沒有問題 好我們接著來看 卡劉薩斯 這個速屬性遇上技術性卡劉薩斯 這個20.8萬有沒有辦法進19.2 我會覺得比較難 技術性克制速屬性 我覺得卡劉薩斯還算是有抵抗性 在這個角色來講 接著來看 賀蘭德茲 急球 面對前鋒 平射有19.5萬 車人天是速屬性 假設他體力在80%以上的時候只有19.3萬 我估計19.3萬就有辦法進賀蘭德茲了 到後面可以 提高到20.8萬應該也不成問題 速克力還是蠻有效果的 接著是理查 理查面對這個非球團的話他的數據就降下來比較低 全力狀態17.6萬 非全力狀態16.3萬 面對這個20.8萬或者19.3萬 理查都相形失色 所以車人天要打這個理查應該是蠻容易的 接著是蘇穆勒 蘇穆勒面對非巴西 但是前鋒 所以數據也不低了 19.2萬 然後這個車人天20.8 我想體力低的時候可以 體力高的時候19.3跟19.2很接近 搞不好 穆勒還有辦法擋下這個 車人天的19.3萬 接著來看李隆雲 好李隆雲19.6萬 他是隸屬性要進洛琳就更難 洛琳是21萬到17.5萬 但是面對卡劉薩斯 19.6對19.2 感覺就不是那麼 難喔 所以李隆雲來射卡劉薩斯倒是 比較可能進球的 接著是 利赫蘭德茲 兩個是伯仲之間喔 數據幾乎一樣 19.6跟19.5 所以這個進球的機率 還是存在喔 畢竟他們射門很強 有垂飛效果 然後是李查 李查面對19.6萬 雖然他只有17.6 但因為數屬性克制隸屬性 估計還是有機會 有機會擋下來的 然後是 數目了 數目了19.2 面對19.6應該沒問題 數屬性克制隸屬性 不過現在新角喔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給你保證這個一定 垂得下來 新角還是很可怕的 我一直覺得 這個遊戲公司對新角的設定都是有隱藏性的加成 這是我個人的認為 接著來看三角短船 車人天 15.8萬的三角短船 在這裡 面對這個蕭俊光 月底限定的蕭俊光 16.3萬的斷球 技術性克制速屬性 所以應該過這個蕭俊光不太容易 如果是 赤藤呢 這個很厲害的赤藤技術性 一樣克制速屬性 這個赤藤在進區外 只有13.6萬的斷球 進區內才有15.3 那這13.6有辦法斷下15.8呢 我想是 有機會啊 不過車人天一開始是14.6 所以 14.6我覺得是過不了13.6 那如果你今天能夠到15.8 除非是全力狀態喔 否則你使用完這個三角短船大概也沒有 體力去射門 我們接著來看如果是拉頓家呢 拉頓家速屬性對速屬性 14.5來 攔截15.8我認為是 應該可以 如果是一開始的14.6更沒問題了 這個拆對還是有 某種程度的加成 那我們來看看 李隆雲 好李隆雲是隸屬性 那他現在要過這個 技術性的蕭俊光就顯得有那個機會了 隸屬性克制技術性 但是不過他是 輸了一萬一千喔 所以不是保證這個 屬性相剋可以彌補得回來喔 接著是 赤藤羊 這一次我會覺得15.2跟 13.6在禁區外 我認為 李隆雲要過這個 赤藤羊應該是沒有問題 15.2 對13.6 但是如果是在禁區內 兩個數據幾乎一樣 那技術性 隸屬性 李隆雲的勝面還是大一點點 然後是拉頓家 這個 數據來看我覺得 應該是沒有疑問喔拉頓家可以輕鬆的斷下 李隆雲的 三角斷船 接著是車仁天與其他球員的比較 這個是 三塔納 這個是 JY的 斯奈德 他們都輸給最新的車仁天 平射喔 其實 車仁天還輸給日向小次郎 但是我要跟各位強調這是日向小次郎的第2次跟第3次射門 那也就是說這日向小次郎目前是遊戲內平地射門 第1名 跟第2名 這個車仁天就直接 就是第3名 很厲害吧 所以他平射真的很強 就這個射門來講 目前 除了這個有加成的 日向小次郎之外也沒有人可以贏過車仁天 更何況這個日向小次郎第一次射門還輸這個車仁天 我們來看他三角短船 他三角短船也是很強 你看看這個比較 克里斯蒂安森很厲害了他是對後衛DF 才有這麼高的數據 三角短船還因 拿破崙 拿破崙 拿破崙是還要加上 體力減少 到20%以下的時候 這個還有10%的 額外的這個bonus 這個車仁天當然 他一樣有這個大敵當前 拿掉這10%當然他們兩個是 一起衰退 那這個是 技術性的克里斯蒂安森 你看克里斯蒂安森的 傳球數據或者說三角短船數據 是真的蠻高的 我們來看看 李隆雲吧 李隆雲的射門 他是贏過這一位納德雷莎 但他輸給 日向小次郎的第一次射門 他們都輸給 這一位迪亞斯 想不到吧 這個迪亞斯很厲害 但是他的問題在於他需要 對決贏三次 他的平地射門才可以這麼強 那對決要贏三次就要靠盤球了吧 因為他是盤球最強的迪亞斯 當然如果你今天說 盤一次或兩次 那第三次其實你靠射門直接贏過去就可以了 其實也不用真的盤三次 我們來看看他的三角短船 李隆雲 那他就輸給這一位 技術性的克里斯蒂安生 在前夜我們可以看到車冷天是贏這一個克里斯蒂安生的 那這個克里斯蒂安生還贏 李鮑爾的三角短船 這個李隆雲是贏 哈斯的三角短船 不論如何 車冷天跟李隆雲 他們的三角短船數據都是很好的 所以非常推薦去商店交換這個必殺機 好最後總結一下這兩個角色喔 身為這個月中限定 他們的數據呈現出來在射門跟三角短船 都很高 但是 他們的隱憂就是當然防守技能一定不好啦 才58000的數據嘛 再加上他們的問題在於我認為 互相綁著對方一次佔掉兩個前鋒位置 我覺得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畢竟現在是 五月中了嘛 馬上就要進入四周年 一定還會有很多新的前鋒推出來 那你一次就佔掉兩個位置 是不是 就限制了你將來想要換新的前鋒呢 如果你將來新的前鋒抽到你換上來那這兩個是不是就要拆火或者甚至是一起下場 就一起離開這個先發 這就是我覺得他們的 問題喔 就是你抽他可能 使用期不長 畢竟他屬於四周年前的角色 通常我們 一定會去使用 最新的 尤其是周年 三周年的時候就是一個換血的那個 慘痛的經驗 四周年就算不會慘痛 也肯定會推出很多新角 這些新角你一定會想抽一定會想使用 那相對來講這兩個你現在抽到 會不會六月中 還沒到你就把他們換下場了 而去使用六月初四周年的新角 那不可諱言 他們很強 但也不能否認這個可能性 就是你很快就會把他們換掉了 這是我覺得 我個人 對他們的評價是還不錯啦 就社門跟三角短傳來講 他們有自己推進的效果 然後也有得分的能力 面對五大守門員 但是就是 我怕說很快的就 不能再使用他們 所以我還沒有去抽這個月中限定 好那今天介紹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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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